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客价房 136万2000 它就是正门的话会对着这条路 然后它前面这边都是它的一个 Catifornia Room 底下一个小Pedio 这里是门进来 这边是正门进来 然后这边它会铺的水泥 这里可能不知道它怎么画会 应该也是会画出一个小前缘出来 然后我们进来 它还没有装 还没有装完 只能看一下 里面现在还在喷漆 所以窗子也都糊着 一楼这个采光是不错 它这个是东南的朝向 这门是东南 主卧也是东南 客厅也是东南 应该是中午12点 所以东边的太阳已经 已经有斜了 但是因为是超难的 它还是有采光进来 然后看到它屋子里面 LED灯都有 然后Jbox接口 八尺的门框包括衣柜也是八尺 然后这一楼有一个领域房 然后这边是升级的这个砖 然后这边是它的橱柜 我认为橱柜是软棍的带阻泥的 白色的 这里是车库 哦它的厂子蛮大的 它是一个加大型的两车位的车库 加大型的 我们去到二楼 二楼过来 厨房 厨房它这个橱柜装完了 带阻泥的 然后这是升级的八手 这种金属拉丝的这种 然后dovetail的抽屉 带阻泥的 pantry 洗衣房 洗衣机 烘干机 有水池 这边是上下水 还没有挖水池这是 然后再看一下还有橱柜 吸一方有橱柜 我们看到客厅那边 这里是餐厅 餐厅这里也是吊灯的接口 做了 然后看客厅 客厅很亮 也是全部电路生机做完 包括JBOX 现在整个是自然光 没有灯 我们再去看一下三楼 三楼是主卧和两个客卧还是loft 是loft 我们看主卧 主卧采光也很好 也是灯特不做完 卧生间也是升级的砖 这非常现代化的叫树牌的砖 那我们看底下升级的这个小砖 双台盆 主卧衣帽间 主卧衣帽间还不算小 还可以 然后这边是马桶间 然后我们再去看到另外一边两个客卧 好客卧这边转角的玻璃 比采光也是蛮好的 这边可能下午 光景会好一点 这边是偏西北 这里也是 两间房间面积差不多 还升级电视机的挂鼻式的借口都有 然后也是四个灯 这些都做的蛮到位 然后这间房间还有一个布鲁式的 衣帽间 好 那么我们就拍到这边